今日新闻提要 为防最高法组同性婚姻合法 美众议院经先投票 传普罗西八月访台美外交部经否认 纽约地区连日大雨至水尽地线 俄乌战争后普京首次外访抵达伊朗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电视新闻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二 我是主播明月 大事小事身边是星岛和您紧贴时事 我们是在美国旧金山湾区为您特别制作的节目 希望可以为您提供每天最及时有用的国际 全美加州还有湾区有价值的资讯 先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为了防止最高法院阻止同性婚姻合法化 美众议院今天先为法律尊重婚姻法投票 该投票将会确保美国的婚姻得到平等的对待 法案将会废除克林顿时代的一项将婚姻定义为男女之间关系 通过禁止任何州以性别、种族、民族或国籍为由 拒绝颁发外州结婚证和福利 从而为跨种族婚姻提供法律保护 法案料会受到民主党的支持通过 但是未能得到共和党达成共识或难以在参议院通过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普洛西计划8月访台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这将是美国众议院议长25年来首次访问台湾 报道并指出 普洛西疫情也将访问日本、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 也规划前往夏威夷美国印太司令部的总部 不过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这一次的旅行有可能不会成行 美国外交部今天已经否认有普洛西访台计划 并称没有接获相关讯息 对普洛西访台的传闻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再次就任何形式的 美台官方往来表示了坚决的反对 要求美方不得安排普洛西访台 警告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采取坚决有利的措施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由此造成的后果由美方负责 看完头条来看一下美国国内方面 拜登将会于明天前往马萨诸塞州 宣传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 但是表明不会发布紧急令 以释放联邦资源来应对气候问题 民主党的参议员曼清 日前宣布在不支持计划之后 拜登的该计划就没有得到民主党的全数支持 令相关的一揽子计划在参议院没有通过 他也承诺在没有国会支持的情况下 会自行推进 外界认为他或许宣布气候变化紧急状态令 拜登还会签署一项行政命令 名为加强努力把人质和被错误拘留的 美国国民带回家 授权对参与劫持人质的国家和个人 实施金融制裁和签证禁令 在俄罗斯因为涉毒被监禁的 31岁美国女篮球名将格林娜 让拜登更关注了外国政府 以劫持人质和非法拘留美国国民 做政治筹码的状况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 纽约地区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广泛的地区水禁 部分的道路和高速公路暂时关闭 纽约市其北部的郊区 还有新泽西州的东北部地区 有司机因为水禁被困 昨天纽约电视台拍摄到惊人的片段 该市的布朗克斯区还因暴雨惊陷地线 马路中间出现了一个大洞 一辆停在路旁的面包车 还突然因路面下陷 翻倒掉进坑洞当中 德州也出现了酷热和干燥的天气 引致严重的山火 德州的林务局表示 山火昨天下午在附属王国湖起火 目前已经烧毁约500英亩 控制率只有10% 山火已经烧毁了至少5座房屋 另外大约300户的房屋受到了威胁 附近居民需要紧急疏散 但疏散今天已经撤销 部分的居民今天返回到家中 现在山火的起因依然在调查当中 但是相信不是故意纵火造成 在夏威夷也是发生了因为天气而带来的这种新闻 面对一望无际的蔚蓝美景 夏威夷海边举办浪漫的户外婚礼是不错的 不过日前的一对来自美国的新人的婚礼却在此遭到恐怖的巨浪侵袭 不仅让新人与道场的宾客吓得到处尖叫逃跑 也让原本布置精美的场地瞬间全火 不过这对新婚夫妇交换誓言之后 众人继续举行了婚礼并收拾残局 还在海悟的加持之下进行了拍照 美国纽约25岁的男子弗洛伊德为了逃避警方的追捕 从将近10米高的高架铁路轨上跳到了对面一栋楼的房顶 报道就指他宁死也不愿意前往被逮捕 原因是不想被关押在克里斯岛上的监狱里 该监狱可谓是臭名昭著 那也是位于纽约市的曼哈顿东河 今年迄今为止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高达11人 至于其他被列为正常死亡的人数则没有公布 与2021年相比在压死亡人数增加了将近60% 事件也在让公众关注了该监狱的超高死亡率 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为您播报 好我们来看一下湾区方面的新闻 今天三藩市的原曾经的青年旅社 现在改为给吴家哲免费提供住所的房屋 市长布里德还有市餐市佩斯金19号前往该房屋进行了参观 房屋有250个床位 一部分是为单床房一部分为一间房内有多张阁楼床的多人共用住房 一些房间内有独立的卫生间 一部分房间呢则与其他几间房共用未月 那下周呢第一天开放或将搬入20人 随后会再慢慢的寻找符合条件的无家者搬入 好来看一下科技方面 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和推特的诉讼没有开审就先输了一仗 马斯克没有推迟推特对他的诉讼 马斯克曾经一度要求法院将审判日期定于2023年的2月之后 但是特拉华州的法官今天宣布审讯将在10月份进行 表示因为马斯克退出收购之后 推特现在存在着不确定性 延误审判可能会对推特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时间拖得越长风险就会越大 来看一下财经方面 亚马逊对脸书一万多个群组管理员提出了诉讼 指控脸书小组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还有日本招募人 在亚马逊网站的商品上发布激励性和误导性的评论 导致亚马逊公司或整个的电子商务事业经常出现虚假评论 全球各国立法者和监管机构一直在质疑 这些电子商务公司是否有致力于应对这一方面的问题 来看一下国际方面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抵达了伊朗首都的德黑兰 与伊朗的总统莱希会晤讨论叙利亚的人道主义援助问题 其后两人和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了三方会谈 会后声明表示三方将会持续合作以消灭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分子 反对非法扣押或者转移本应属于叙利亚的石油收入 以及反对叙利亚分离主义进程 这一次是自俄罗斯2月底发动乌克兰战争以来 普京首次离开俄罗斯外访 适逢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中东之行的几日 分析认为普京此时出访伊朗向西方国家发出强烈讯息 表明俄罗斯计划在面对西方制裁之下 和伊朗中国和印度建立更紧密的战略关系 英国持续受到了热浪的侵袭 当地的路德破高温的记录 伦敦西斯路机场于当地时间今天正午 路德了设施40.2度的高温 打破了英国气象局较早时 在萨里郡查尔伍德路德的设施39.1度的高温记录 在酷热的天气之下 大批的游客前往赴南部的度假圣地布莱顿的 海边避暑 然而高温记录或会在日内续创新高 英国气象局的气象预测 英格兰地区将有可能出现设施41度的极端高温 埃及南部连接首都开罗和南部的主要高速公路 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 一辆前往开罗的公共汽车撞上了一辆停在路边更换轮胎的货车 造成23人死亡 至少30人受伤 公共汽车的前半部分严重受毁 还有埃及交通事故每年造成数千人的死亡 主要是由于超速 粗心的驾驶 道路质数 还有交通法规 执行不利等原因造成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新电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主播明月 那我们明天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